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还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上一周的陈导我们分享了主耶稣为门徒第一个带导 当时我们说主耶稣十七章是主耶稣为门徒的带导 通常也称为大祭司的带导 所以上星期讲到的是第一个带导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主耶稣祈求天父保守门徒们合一 就像天父和神子耶稣一样 那我们分享因为这是第一个带导 所以非常重要 首先当时的门徒他们缺少合一 还在为谁为大尊论不休 也指责玛利亚用真达拿相高高耶稣是浪费 另外这是可能更重要的是 在主耶稣复活升天后 门徒们因为要遵行主的命命传福音 见证主他们会遭受极大的逼迫 因此合一是他们能够胜过逼迫 是福音传扬开来的必要的前提 当然门徒们可以关门聚会 也不遵守主的大使命 他们不会遭受逼迫 但是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 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 主耶稣为门徒的第二个代求 这个代求一开始也隐含了门徒们 将要遭受的逼迫 那个第一句话他说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说这话 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耶稣这里说 我还在世上说这话 好像我们的早知是哪一句话一样的 实际上新语本的翻译更加准确 它是更加和原文服术是贴切的 他说我还在世上说这些话 实际上就是讲的他这个代道 就是他现在为门徒的代求了 所以主耶稣好像在说 我现在为你们 我现在为你们祷告 我在天上也会同样为你们 属灵的义处来代求 所以主耶稣好像在说 属灵的义处来祷告 主耶稣说这样啊 你们就能有我的喜乐 而且是充满主的喜乐 是充满主的喜乐 他就文中说 当时当然当时的门徒有没有喜乐呢 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话 你知道他们不但没有喜乐 他们还忧愁啊 他们不但没有喜乐还忧愁 只有当耶稣复活升天后 圣灵降下呀 门徒们才明白耶稣的话 他们也是这样活出了 在逼迫中充满主的喜乐的这样一个生命 那主耶稣也是今天我们喜乐的一个缘由 无论在任何的困境当中 只要想到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 你的郁闷不平都会逐渐的消失 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精灵呢 我就有啊 在教会全职侍奉也不代表一帆风顺的 有时候甚至比在职场上还具有挑战 当然最好你就选择躺平 也不传福音见证主 你可能也不会面对这些挑战难处 但是这不是主呼召我要面对的 主让我不放弃啊 我知道最近的弟兄姊妹啊 有些弟兄姊妹在工作上 也面对压力挑战 甚至有些被laid off 有可能你听这时候 你好像觉得没有得到鼓励啊 而且反而是批评 那愿今天主耶稣的这个经文的分享啊 主耶稣的代求能安慰到你 不管你是在开车路上 或者今天你在我们的祷告群当中 或者你在教会的网站上听到这个分享 愿神的话安慰你 因为你知道主耶稣正在为困境中的你在代求 因为他当年就是这样 为那些没有喜乐的门徒代求的 今天他也同样会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 因为耶稣不会改变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同样 可能没有人知道你的困境难处 但是他为爱你为你使命的主耶稣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难处困境 是原因是我们不熟这个世界 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而这世界又恨恶他们 因为他们不熟世界 正如我们不熟世界一样 这个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界呢 将要过去的这个世界呢 这是主 困境是因为我们不熟这个世界 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四节经文告诉我们的 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熟世界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 这个将要过去的世界因为是以神为敌的 所以有困境有难处 实际上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熟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但不熟这个世界 当然我们不与世俗为伍 我们不与世俗为伍 当我们不与世俗为伍 一定会遭遇这个世界的反弹 所以无论你是在职场上 活在侍奉神的时候都会如此 甚至有时候甚至是化妆化妆成天使的这种逼迫 使得保罗他自己就这样的经历 在比利比 菲利比书一章十七节 他就见证了他这种经历 他那时候 他说那一等传福音是出一结党 并不诚实 意思要加尊我捆手的苦楚 但是保罗的监狱书信里面 却满了喜乐 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喜乐 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喜乐 因为主正在为我们祈祷 我们不俗这个世界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受这个世界的观念 以生活方式管理和控制 那在这种俗世界 又不俗世界这种脏理下面 当然我说过 一定会有逼迫以及攻击 那主耶稣基督的第二个代求 就是我不教你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离开那恶子 他们不输世界 正如我不输世界一样 所以耶稣再次提到 门徒的生命不输世界 是超市的 超越这个世界的 但是门徒的生活是什么呢 却是入室的 进入世界当中 所以门徒的身体虽然入室 但是心灵却是超市 不是我们的supermarket 是超越这个世界的 那怎么能够超越世界呢 你唯有凭着超市的生活 而活 能超越世界的生命而活 才能入室 而不是至于 以这个世界同有何物 有句话说 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但是一个超市 却不入室的人 他是不会再 不会这样的 他不会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耶稣基督没有祈求 让门徒离开世界 也没有祈祷 让门徒来逃离现实 因此一个基督徒 如把自己 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不以罪恶的世界来往 那就以耶稣的教导 背道而辞了 一个基督徒 如果主张离开世界 过明哲保身的生活 就是把耶稣的话 当作耳边封了 当然 对一个门徒来说 读经祷告 以默想是绝不可少的 这是我们生命的需要 但是如果把世界的门关起来 单独与相交 这绝不是基督徒的人生的目的 而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基督徒的人生目的 就是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上 表现出为主所做的见证 那耶稣不是要把门徒 从世界中撤出 而是装备他们 使他们在生活上 有更好的见证 耶稣也不是让我们 远离问题与麻烦 而是提供我们一条 可以克服问题的道路 他不是要把问题 从我们的生命中搬开 而是叫我们来面对困难 靠着神的保守来克服它 那基督徒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中 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基督徒不能脱离世界 而是必须胜过世界 正因为如此 神的儿女面对困境 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主耶稣 正在为你 为我代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感谢你 你在天上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 你最知道我们的需要 我们生命的需要 我们生活上的需要 主要我们感谢你 你是这样一位知心的朋友 我们可以信靠 我们可以倚靠 主我们谢谢你 为我们代求 我们也感谢你 让我们又可以愿意来 祷告 感谢 代求的心 我为 我们献上这些 在过去将近三年的时间 我们 每个早晨 一起来 祷告的弟兄姊妹 我感谢赞美你 因为是主 你自己的爱的吸引 是你 作为 那个大祭师 代求 所立下的榜样 主让我们追寻你 为教会代求 为肢体代求 也为我们自己祷告 让我们在生命中 常常经历你 让我们能 只有这样 实际上 教会才能够合一 不会分门别类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谢祈求 侍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安全 E mele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